这是我们电影中看到的 Help SOS 有没有在沙滩上求救的 电影梗啊 对不对 只能这样子 希望飞机能够看得到 就没想到 宝岛台湾耶 吃不到肉 军人 这是我们台湾吗 精细和系 对不对 就写得很清楚啊 不要罐头啊 煮菜是白饭啊 写得这么清楚 当然啦 大家也觉得很匪夷所思 这个军方是怎样 军方完全不知道吗 这时间到底有多久了 到我们的官兵无法忍受 要用这么大的动作 你不会写个email 写个推特上去抱怨 或是用脸书 没有哦 我要用这么大的动作 摆明了就是 把事情闹大 要给你难堪嘛 就回到刚刚那张 这事情有今年的进展 这个进展也是让大家败了 先来看 刚刚昨天马方部有很多解释 还像不佳 这个船故障 就这么倒霉 还像不佳故障维修 所以没有办法顺利运补 而且这个举光地区的货源有限 肉品厂商供货不稳 A原因 B原因 C原因 真的我昨天就讲嘛 我们的政府只会解释 我们要你的事解决 不是要你解释好吗 然后还有一个 我看到到底是惊呆了 告诉大家 本月四号五号 肉类供应不足 意思就是说 只有两天没有吃到肉 其他都有事吗 你现在跟我讲这个 意思就是说 我们的官兵都是草莓族 拆了两天 而且四号五号是周六周日 拆不过假日没有吃到肉 你知道过去很多人推那种素食概念 假日轻轻肠胃不吃肉 所以呢 是要告诉大家什么 其实只有两天而已 你信吗 你信吗 我们来投个票好不好 我是不太相信 两天没吃到肉 你觉得我们的官兵 会用这么大的动作吗 四号五号肉类供应不足 所以用各种罐头来替代 其他食材都是充足的 那你讲这么多的原因 消息一曝光之后 马上就解决了 不是吗 很奇怪 然后国防部长邱国正 昨天是有道歉没有错 但他又补了一句 国军的心理素质 干部训练 资讯管道 需要再教育 需要再教育 大家说马防部需要再教育吧 对不对 怎么会教育起这些反应的国军弟兄呢 如果不是他们反应的话 这个时间要持续多久 不知道 还有那个嘛 解决不了问题 解决提出问题的人 对不对 第一个发现的就是 就是这位这个陈宏任 他是个马祖人 他过去曾经代表 民进党出来参选 所以算是绿营的人 还好是他 如果是大千拍了一张照片 一定说成是假新闻 对不对 你电脑绘图 对不对 一定是 可是我是认知作战 对 所以还好他有绿营的背景 游英龙也很生气 他说马祖缺肉 严重性 就像是石头杆无人计一样 一笑国际 笑掉解放军的大牙 真的 你看看大陆微博上的网友怎么说 有没有我们这里不缺猪蹄子 好赶快赶快投共吧 那赵刚刚讲了一个讯息很可怕 他说陈宏任私下跟他讲 马祖断粹不是一次两次了 所以不是只有两天吧 可能这几年来 就三不五十 就是可能一个礼拜 两个礼拜没吃 后是不是这样子 会像马富翁部讲的 七天后后只有两天吗 陈宏任说 马祖断粹不是一次两次 去年就好多次相隔两周 三周都没有运捕 所以官兵居民都苦不堪言 然后陈宏任就接到了军方的关切电话 有没有 因为影响国军形象 要他下架脸书 这就是我们的军方处理方式 阿谦 对我过去在服役的时候 因为担任巡回教官 所以我曾经巡回到马祖 马祖非常 我在那边大概待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 就是东矩西矩南竿北竿 是马祖四个最主要的大岛 那马祖的这个组成 这四个大岛里头 又以南竿跟北竿最繁荣 所以现在大家到马祖去观光 大部分都是在南竿机场或北竿机场 那相对于南竿跟北竿 东矩跟西矩就落后的许多了 就是这次的发生的事件 是在西矩岛 那东矩岛跟西矩岛 在我过去去那里巡回演讲的时候 那个地方几乎根本很少居民 就完全都只有部队了 甚至你洗澡的时候 还要到公共澡堂去洗澡 就军营都还不见得有 这个卫浴设备 你要到公共澡堂去洗澡 那因此在那个地方 就要完全地靠来自于 南竿跟北竿本岛的运捕 就如果那个运捕断了 那他们绝对不可能得到任何的资源 很多人问说 那为什么不能到市面上去买 因为那个地方根本没有市面这件事情 因为那个地方只有军营在那个地方 南竿北竿大部分都是以驻守的部队为主 那这次发生这件事情 之所以让大家觉得匪夷所思的原因是因为 马祖过去的交通不是很方便 可是自从现在机场建好之后 包含观光在推动 其实马祖的交通 已经不像过去这么困难了 就过去我们去马祖要做中字号的运捕件 要做好久才能到马祖 现在不是了 现在有这个运输机 现在有客机 现在有各式各样的这个船运都可以到达马祖 因此南竿跟北竿 我相信这个物资的运捕上 不会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但这件事情关键就出在说 马房部是怎么运捕到东西局的 那这为什么 大家会觉得匪夷所思的原因 是因为东举西局的人数现在已经很少了 就我过去去的时候 那个时候岛上还蛮多部队 还有几千人 现在我估计大概以现在整个马祖 只有将近两三千人的这个住军的话 东西局大概只有几百人 发明还有新闻曝光 大家就觉得是被放生的概念吗 对就只有几百人 你还没有办法完成他的运捕 这不是一件很扯的事情 而且他给了我一大堆理由 但是消息曝光隔天 不就肉肉就过去了吗 这是可以做得到的 这也是可以解决的 只是你自若网闻 只是你当作没当一回事 你觉得这个阿兵哥就应该吃苦耐劳 吃两个月的这个罐头有什么关系 我觉得啦 我觉得阿兵哥是吃苦耐劳 耐劳没有错 就是如果说战争的时候 说实话也不见得真的是吃得上东西 但我相信我觉得这个阿兵哥 我自己觉得他们写这些字 要让这个军方把事情闹大 你觉得只是因为几天吃不到肉吗 应该不是嘛 而是觉得自己为什么会被不公平对待 又明明没有开战 明明是成平时代 明明就是这个主观不作为而已 而且秀昂你知道吗 成平时代的肉都运补不到 你怎么期待战时的时候 你的弹药可以运补得到呢 我觉得这才反映了另外一个 更严肃的问题 肉都运不到那子弹呢 对 就是你现在连肉 食物 粮食的运补 你都出了问题 那你现在拍胸脯告诉台湾人民说 打起来的时候 这个外岛的这个战士会守住第一号防线 不让他们入侵本岛 那你说给谁听 然后立委还问这个邱国正说 那你要不要惩处这个事情 大家都觉得很大 马防部是不是应该出来负责 邱国正说没有要惩处他们 你们不要惩处我就不错了 这个事情没有惩处你相信吗 对 这件事情也很扯 然后现在打电话给那个爆料的人 叫他把这个撤掉 其实这件事情要负起最大责任的 就是马防部了 是不是 因为西局的物资不可能从台湾本岛运补的 所有的物资运补一定都是到了马祖 到了马防部在进行 所以马防部只有两个可能嘛 一个是他不知道 一个是他知道但他不处理 他就只有这两种可能 两个都不能原谅啊 要处置的就是西局的指挥官 他如果知道那马防部就要负起全部的责任 所以两个都不可原谅 对不对 但是都不需要惩处 所以这让大家没有办法接受 其实不是我们今天特别想把这件小事做大 而是因为从这个小地方 你就会看到一个更大的问题的存在 那军中的军纪一向强调 严明军纪这件事情 如果这样的一件事情都可以轻轻的带过 那将来真的两岸要开战 我说过去讲开战可能没人当一回事 所以也就算了 可是现在讲开战 大家总不会觉得这在开玩笑了 眼看着两岸似乎就要开战了 你今天不解决肉的问题 不把肉的问题好好的彻底调查清楚 下一次发生的就不是肉了 是弹药 那怎么办 那危害的已经不是几百个官兵 吃不饱肚子的问题 而是整个台湾安全的防线问题 海华XO干贝酱 这一罐很厉害很威好吗 它的蛋白质是鸡啊牛啊虾的三倍 这么好的干贝酱要去哪里买 是用上我们的中天快点购的电商的 网站搜寻你就可以找到咯 好希望大家爱用咯